在各地去拜訪 然後早上問安給通勤族的問候 其實很多市民朋友都有跟我們打招呼 都有跟我們喊加油 其實大家也可以從這個畫面鏡頭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台灣是民主的社會 不可能每個人都支持我們 一定有人支持我們不支持我們 可是你要看的是比率 你要看的是比率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不管從民調數字 或者是你從平常街訪的反應 或是從不斷的直播畫面 你可以看到民眾對於所謂的罷免 基本上是反感 他們會覺得勞民傷財 根據一份最新的罷免民調顯示 同意罷免市長的人近四成 而不同意罷免市長的有近五成的市民 從數據上顯示 目前不同意罷免市長的民意 還是占多數 而且有五成的民眾認為罷免不會成功 認為會成功的市民大約有三成二 所以我覺得民眾是看在眼裡 但問題是大家現在沒有投過這張票 所以大家不知道這一張票的投的意義 有很多人還是跟我們說 因為支持我們 所以不投這張票 那這樣子其實是一種民主制度的漏洞 大家應該要充分了解這張票 跟它所帶來的效果 而不是用誤解了 然後造成他們最後的不投票 所以當然我們自己會多努力去宣傳 然後我們也會更讓市民了解到 如果要支持謝國良 不是不出來投票 而是一定要出來投票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